它是美国军方的最高机密 常被人误以为是UFO 它就是美国的T23B反重力飞行器 据传可以抵消地球89%重力 轻松实现9倍因素飞行 并且具备隐身能力 今天让我们来聊一下 这款被认为是美国逆向外星科技研制的飞行器T23B 其实T23B是否真的存在 美国官方一直否认 直到英国黑客家里 入侵了包括美国军方国家航天局在内的 多个敏感部门的计算机网络 获取并公开了部分机密资料 美国碟型飞行器才逐渐被人所熟知 早在二战时期 德国就曾利用爱因斯坦的脑场理论 研发出了一种百吨重的纳粹中 据传该中高约4米 宽2.1米 内部设有两个持相反方向高速旋转的圆筒 里面装满了沉岸红色的低温拱 在该中周围一定距离的范围内 引力场会受到强烈的干扰 从而使重力失效 纳粹中是最早的一种反重力设备 二战后 美国通过灰星针计划 引入大批德国人才 获得了一系列宝贵的技术 其中就包括反重力技术 也有人认为 T23B技术来源于外星人 据知情人透露 T23B的研究是外星技术逆向工程的绝密产品 从内置的动力到其外表的金属材料 都是在51区内完成的 51区内有一个专门的逆向工程 小组代号 21 这个小组的成员 都是从耶鲁 哈佛临选出来的优秀物理毕业生 从外形上看T23B呈三角形 长约34米 寄身厚度为6米 重约150吨 在其驾驶舱周围围绕着一种 被称为磁场中断器的等离子加速环 可产生一个磁悬窝场 可以抵消地球引力 由于等离子加速环在运行过程中 需要耗费大量能量 因此 T23B使用的是核反应堆作为能量来源 从相关资料获悉 T23B配备三个核反应堆 最大能提供600兆瓦的电力 因为使用核动力 T23B的航程几乎是无限的 T23B被认为是美国军方的战术侦察机 外界评估其首次飞行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 据美军内部消息人士透露 T23B飞行器从1994年就开始服役了 由于官方对这种飞行器一直采取保密的态度 所以外界根本无法去确认真伪 从目前流传的资料来看 T23B飞行器的外部涂层 能够对电子刺激做出反应 并能改变颜色 反射和吸引雷达波 它可以欺骗雷达 使其误判为一种新型飞机 或者什么也看不到 美国的F117夜鹰隐形战斗机 至少在服役六年后 人们才知道这种飞机的存在 所以很多人认为 美国应该已经研制出这种飞行器 T23B的技术远超人们的想象 未来随着反重力技术的发展 世界将迎来新一轮的技术变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